翠光,打烂她的嘴 翠光,你就放心大胆地打 如今皇上都不想见她了 齐妃娘娘惩治一个小小品位 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甄嬛因为自己小产 所以她整日消沉无比 也失去了胖绝的宠爱 这让甄嬛失去了王日的精神头 好闺蜜沈梅庄便亲自带着甄嬛 到了冷宫走了一趟 当甄嬛看见冷宫中这些妃子们的下场后 顿时感觉惨不忍睹 尤其是她还看到了一个老熟人丽萍的时候 十分震惊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 丽萍还是被惩宠一时 现在竟然成了一个疯子 走完这一遭后 甄嬛的内心也开始有了一丝松动 在回宫的路上 却一个不小心撞了出来的齐妃 齐妃原本也不过是呵斥了几句 并没有想要对甄嬛如何 毕竟甄嬛现在也有一些身份 齐妃作为宫中老人 是不会胡来的 但是这时候傅察贵人却在这里开始挑拨了下 说齐妃这次倒霉 不能看见三阿哥也是因为甄嬛的告状 把所有的事情推卸到了甄嬛的身上 而对于甄嬛来说 在最开始的时候 她还是会忍让一些 但是甄嬛最后还是触犯了齐妃的逆临 让齐妃十分生气 这也就有了甄嬛被人扇巴掌的场面 而此时的甄嬛也就是在这一刻 忽然意识到了 自己好像如果不争宠的话 就真的是会任人宰割 不是喜欢告诉皇后娘娘吗 如今时过境迁死无对证 就算本宫下过家出桃的花粉又如何 现在东西不在了 你如果再敢提起此事 本宫就致你个污蔑之计 而齐妃在打人之后 彻底暴露出来自己的真面貌 也是冷笑甄嬛 说让她去告诉皇后 甄嬛并没有多什么 而齐妃还要罚甄嬛继续在这里跪着 等他们走了后 翠果才是要赶紧扶着甄嬛站起来 但是甄嬛的做法却很意外 她反而是询问前面是不是华妃的住处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甄嬛就再也没问什么 反而是在那里跪了长达两个小时 而这其实就是甄嬛真正开始觉醒的时刻 也是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甄嬛想明白了一件事 要想在后宫中立足 那就要争处 如果是之前的甄嬛 她想的当然是如何平安无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可是现在甄嬛才知道 圣明之下 危险多 如果自己不能真的保护好自己 那最后倒霉的也只会是自己 所以 在一回去后 虽然岁玉轩的其他人都很心疼甄嬛 但是甄嬛却不顾自己的伤势 反而还是开始筹谋起来复仇的事情 并且还要让人给她准备一些活虎底 第二就是想要化妆 让人们去内务府邀一些东西来 众人见状 也是很高兴 赶紧帮忙了下来 与此同时 前来看完甄嬛的审霉状也是十分开心 可是想通了吗 多谢姐姐教诲 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好 岂有此心 事不宜迟啊 一巴掌让甄嬛觉醒 甄嬛又是如何重新获得圣宠的呢 这就是甄嬛的聪领之处 甄嬛知道胖菊是个多情之人 要想得到胖菊的恩主 那就只能是将当初的路再走一遍 所以 她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门园的一种氛围 这几乎就是当初和胖菊第一次见面是相差无几的 不得不说 甄嬛的这手段还真的很靠谱 她先是让沈梅庄故意迟到 然后吸引力胖菊的注意 等胖菊询问的时候 沈梅庄就说是被以眉原的蝴蝶给吸引了 果不其然 胖菊信以为真 于是就跑过去一窍究竟 这时候甄嬛也开始装模作样 开始念了起来祈祷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伎俩 胖菊就再度被这样的场景所吸引 于是 甄嬛复充也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可以说是甄嬛小事牛刀的一次谋划 但这也足以说明 甄嬛的心思缜密 也就是从这时候 甄嬛就已经开始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傻白天 现在已经慢慢走上了宫斗之路 可以说 甄嬛能后续如此心狠手辣 也都是因为这些人所逼迫而为 至于后面为何没有报复齐菊 这也很简单 齐菊是宫中老人 而且很少犯错 在这三阿哥在 甄嬛也没有太多记痕 甄嬛